大家好,我是負責講Adversarial Attack的助教洪冠博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Outline 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主要分成兩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關於影像上面的一些Attack 再來第二部分呢,是關於語音上面的一些Attack 在圖像上面呢,我們會帶大家看一下 One Pixel Attack,它是在做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會講到One Pixel Attack,它需要用到的Differential Evolution 在音訊方面呢,我們會講三個東西 前面兩個分別是,講ASR的Attack,跟ASV的Attack ASR呢,它就是一個語音辨識的系統 那我們要對它做一些攻擊 ASV呢,它就是語者辨識的系統 那我們一樣也可以對它做攻擊 不過呢,這兩個Attack,我們並不會細講 因為它的概念,其實跟圖像還蠻像的 那最後一個,也是我們今天的一個很大的重點 它叫做Hidden Voice Attack 然後我們會帶大家看一下 這個Hidden Voice Attack到底能做到什麼樣的一些事情 首先,我們要帶大家看一下 Attack在影像上面的一些東西 在講之前呢,我們先幫大家複習一下 老師之前上課的影片 這邊有一隻貓的圖片 它原本能夠被機器正確的辨識成一隻貓 然而,我們加了一些東西 這個東西呢,就叫做Perturbation 等於說,我們在原本這張貓的圖片上面 加了一些雜訊 加了這些雜訊之後呢 我們一樣,再位進原本的Model 這個Model呢,它就會因此 被這個雜訊所干擾 然後,進而預測出一個可能不是貓的東西 那這樣子,我們就成功了Attack這個Model 這邊要跟大家介紹一個很不一樣的Attack 它叫做One Pixel Attack 我們現在不管它是怎麼辦到的 但是你可以從它的名字上,就聽出來說 這個Attack呢 Attack的東西就是一張圖片的其中一個Pixel 你可以看到,左邊這張圖呢 那個紅色框框 有框了一個小小的黑點 那個點呢,就是它Attack的Pixel 然後右邊呢,這張圖片 紅色框框裡面有一個紅色的點 那個也是它Attack的Pixel 如果今天把這個紅色的框框拿掉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根本就看不出來 這張圖片是有被動過的 這個就是One Pixel Attack 它非常非常厲害的地方 它那個Pixel Attack的那個值 也就是說,它Pixel的顏色 如果很巧妙的跟背景的顏色相差不多的話 我們人眼是真的很難很難看見的 這邊要帶大家看一下One Pixel Attack 它跟我們平常熟悉的一般的Attack 它的差別到底在哪裡 這張圖片呢 中間兩個16x16的表格 就是我們在Attack一張圖片的時候 所加上去的Perturbation 你可以看到一般的Attack呢 它裡面有很多個Fading的數字 那我們的目標呢 就是讓原本的這個圖片 加上這個Perturbation之後呢 能夠讓我們Attack的那個Class的機率最高 意思就是說 假如說原本的圖片叫做Cat 那我希望它被錯誤辨識成一隻狗的時候 那我就會希望說 我加入這個Perturbation 我讓它被辨識成狗的這個類別的機率能夠最高 那我們 這個Attack當然得給它一個限制 如果沒有這個限制的話 那我們就乾脆把每張圖片改成黑色的 讓它當然什麼都辨識不出來 我們這個限制呢 它的最終的目的就是希望說 我們人眼看到了這個Perturbation 也沒有辦法分辨出來它跟圓圖的差異 因此我們才會給一個限制說 可能這個Perturbation它的大小不能超過L 或者是它的LInfinityNorm 必須要小於某個字 那LInfinityNorm是什麼呢 我相信大家應該也很熟悉 它就是取這個格子裡面最大的那個值 像這邊的這個例子 左邊這個Perturbation它的LInfinityNorm 就是42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右邊的1PixelAttack 1PixelAttack呢 你可以看到這16個格子裡面 只有一格不是零 其他都要是零 這個就是1PixelAttack的特性 你要Attack這張圖片可以 但是你就是只可以動其中一個Pixel 那它的目標一樣 就是希望你動這個Pixel之後呢 你要攻擊的那個Target的那個Class呢 它被Petit成那個TargetClass的機率越大 越大越好 那它的限制呢 就當然跟我們一般的Attack不一樣 它就是希望你的L L0Norm必須要小於某個字 那1PixelAttack的話就是規定說 那個D必須要等於1 也就是說 你只能動其中一個Pixel 這邊再讓大家看幾個1PixelAttack的例子 這邊有四張圖 然後 它每個圖片都用一個Pixel來Attack 那那個Pixel呢 它有用紅色的圈圈 幫你圈起來 免得你找不到 這邊要再更詳細跟大家說 1PixelAttack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這邊會跟大家講說 它 它在UntargetAttack跟TargetAttack 它不一樣的地方 像我們剛剛 這一頁講的 都是TargetedAttack 那我們等一下會講一下 UntargetAttack是要幹嘛 好 我們先看一下1PixelAttack 它詳細的定義 首先X呢 是一個N-Dimensional的Input 那你其實就可以把X想像成 你要攻擊的那張圖片 那F呢 就是 我們的 ImageClassifier 那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是我們的Model 它產生出來的Output 過SoftMax之後的值 那FT呢 就是我們給定InputX 那這個Model呢 它認為這個InputX 也就是你給的它那張圖片 是屬於T這個class的幾率 那這個E呢 這個E就是 我們剛剛 上上頁看到的那張Perturbation 也就是 我們給那張圖片 加上的雜訊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的UntargetAttack 跟TargetAttack 我們先看右邊的TargetAttack 也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我們再將一張圖片加入雜訊 之後呢 假如說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我們讓它被錯誤辨識成 ADD這個class 好那 我們希望 這張 加入雜訊之後的圖片呢 被這個F 判定成 是 ADD這個class 的幾率 越高越好 好那 我們再看一下UntargetAttack 這個UntargetAttack 跟TargetAttack 不太一樣的點就是說 好 假設原本這個 X呢 也就是我們 Input的那張圖片 它原本的class 就應該 是T 好 那我們加上雜訊之後呢 我們就希望 這個Model呢 看過這張圖片之後 他認為這張圖片 是屬於T這個class 的幾率 越小越好 同學可以再 仔細回想一下 好 那 這個呢 OnePixelAttack 當然它最重要的限制 還是說 你的L0Norm 必須要是1 也就是說 你這個Perturbation裡面 只可以有一個 也就是只有一個Pixel 的Perturbation 可以是Fading 其他都必須要是0 好 那我們這邊要帶大家看一下說 我們要如何 決定是哪一個Pixel 必須要被攻擊 然後那個Pixel 的雜訊的值 要給多少 這邊一個最直觀的方法就是說 那為什麼我不把每一個Pixel 跟0到25的值 都試一遍 這樣我中了一天 可能會試到一個 可以成功Attack的Pixel 好 那我們這樣想一下 如果今天有一張圖片 它是224x224 那這樣子光是Pixel 就有5萬多個 這還不包括 我們剛才講的 你每一個Pixel 你還要去試 0到255的值 你每次一組 就是一個Pixel 然後跟對應的雜訊值 你就必須要丟進Model裡面 去測一下說 有沒有Attack成功 那這樣子做5萬次 真的要非常非常非常久 那一張圖片 甚至做上好幾個小時 都是有可能的 那我們現在 要來大家想一下 大家 來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真的需要 那個 最好的Perturbation嗎 我們這邊 指的最好的Perturbation 就是我們 前幾頁 講的就是說 我們要想辦法 讓那個F的 幾率 最大 或是最小 我們真的有需要嗎 還是說 其實 我們只要剛好攻擊成功 就好了 你可以看一下這張圖片 像 左上講的那個杯子 原本它被認為 是杯子的分數 只有16.48 那我今天只要 想辦法 找到一個Pixel 但這個Pixel 如果 它 被那個F 也就是那個Classifier 認定 它是 Super Bowl 的分數 比Cup還要高 那 那 這樣子就好了 那這樣子 就是攻擊成功 我們今天不需要說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找一個Pixel 來讓 Super Bowl 的這個分數 這個 逼近100% 然後讓 Cup的分數 非常非常低 我們不需要 當然如果 硬是要這樣子也是可以 但是我們今天不需要 我們就是希望 我們攻擊成功就好 所以這邊才會問說 那我們真的需要那個最好的Perturbation嗎 那其實也是不用啦 我們只要一個能夠剛好攻擊的Perturbation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講呢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了 一個 其實還算不錯的演算法 能夠找到一個不錯的解 但是它沒有辦法保證 那個是最佳解的一個演算法 它叫做Differential Evolution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能夠找這個Pixel的演算法 它叫做Differential Evolution 它的概念大概是這樣子 在每一個Iteration呢 它都會產生一組Candidate的Solution 可以把這些Candidate的Solution 都當作是小孩 那這些小孩呢 他在下一個Iteration的時候 會變成父母 他變成父母之後 他一樣會產生新的小孩 那這邊呢 這些產生內心的小孩 如果沒有比父母好 就會被丟掉 然後那個父母的職 就會被延續到下一輪 當然我們希望這樣子 最後能夠找到一個最好的小孩 但如果不是最好的 也沒有關係 其實只要夠好就可以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說我們其實 不需要找到那個最好的Pelubation 因此我們用這個Differential Evolution 畢竟這個演算法 它沒有辦法保證 一定可以找到最佳解 但是通常 只要做夠弱勢 那個解就會夠好 那當然啦 我們剛才是說 我們不需要找到那個最好的解 但如果 靠這個Differential Evolution 如果它可能運氣很好 不容易找到那個最佳解 那當然更好 對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帶大家 實際的了解一下 這個Differential Evolution 它到底是在做什麼 這邊呢 那個1Pixel Attack 它原本的Paper 是有 給出一個Differential Evolution 一個 還滿詳細的說明 這樣 那這個說明 跟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 差不多啦 那就是每個Iteration 都會產生 一組小孩 那小孩 在下一個Iteration裡面的父母 對 那 如果這些小孩 比父母還要好的話 那它就會被留下來 這樣子 好 那 這邊 比較一個重要的點 大家必須要知道 就是說 那些小孩啊 什麼的 他們在產生的時候 多多少少有一點隨機成分 也就是說 我不會 不小心 就陷入一個Local Altima 然後跳不出來 因為它畢竟 還是希望可以找到Global Altima 那 這個的話 因為它當中有些隨機的成分 那所以說 它會比較有機會 找到一個比較好的解 那我們等一下會大家看一下說 那個隨機的成分 它到底是在哪裡 這邊我們要來介紹一下 關於Differential Evolution的一些好處 那第一點呢 跟我們剛剛講的 還滿像的 就是說 因為這個演算法裡面有一些隨機性 那你今天如果找到一個Local Altima 你在裡面走了走了半天 還是有機會可以跳出來 然後去找到一個更好的解 然後去找到一個更好的解 那我們當然會希望說 那這個Differential Evolution 如果找到Global Altima 當然是最好 但是如果沒有找到 它找到的那個減 它的那個品質 跟分數大概也不會 跟Global Altima 差太多 好 那第二個好處是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性質 相比FGSN呢 這個Differential Evolution 它不需要去算Gradient 那不需要算Gradient 可以幹嘛 你不需要算Gradient 你其實 就不太需要知道 你攻擊對象的Model 裡面實作細節 今天這個Model呢 有可能是ResNet 有可能是DanceNet 或是一些其他簡單的Convolution 或是一些很複雜的架構 都沒有關係 因為你 這個Differential Evolution 不需要去算Gradient 也就是說 今天各種各式各樣的Castifier 我都可以拿去攻擊 在仔細介紹Differential Evolution之前 我們先讓大家看一下 它整體來說 大概需要做些什麼東西 第一步呢 必須要先生成一些 最一開始的Candidate 邏輯Candidate之後呢 再來 我們要選幾個Candidate 然後根據這些Candidate 做一些運算 然後再利用這些Candidate 去生新的Candidate 生出新的Candidate之後呢 我們要測試這些 新生出來的Candidate好不好 如果好的話呢 這些新的Candidate 就會被拿去取代 原本舊的Candidate 然後接下來 我們就一直重複 後面兩個步驟 直到我們覺得次數夠多了 現在我們要講Differential Evolution 它的第一個步驟 如何生新的Candidate 首先 我們舉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現在呢有一個F 它將Vector X的每一個分量 平方之後 加總取平均 那我們現在的目標呢 我們就是要找一個Vector X 能夠讓F of X 越小越好 首先呢 我們隨機生成 十個像這樣的Vector 這個每個Vector 它都是四維的向量 然後這個Vector裡面的每個數字 都是介於0到1之間的小數 剛剛我們在生完十組Vector之後呢 我們要把這十組Vector 都投影到正-5之間 然後在究定F裡面去做計算 那我們舉第一個Vector為例子 -4.06的平方 加上-4.89的平方 加上-1的平方 加上-2.87的平方 再把這些平方 加起來 除以4 我們可以得到12.39多 好到這邊呢 我們前面 Initialize Candidate的部分 就算是完成了 再來呢我們要講 第二部分 我們選擇一些Candidate 然後再根據這些Candidate 去升一些新的Candidate 這個呢 是我們剛剛升的 新的Candidate 不過要注意的是呢 這個是我們升Candidate時 還沒有投影到正-5之間 的那十個Candidate 好 首先呢 我們以第一個像量 當作Target Vector 接下來呢 我們會升一個新的Candidate 來看看這個新的Candidate 它帶入F之後的值 會不會呢 比較小 我們這邊指的比較小 就是 相比Target Vector 帶進F的那個值 現在呢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我們要從剛剛的那十個Candidate裡面 隨機取出三個Candidate出來 好 那當然啦 我們剛剛選的那個 第一個Target Vector 它不能是這三個Candidate 其中一個 也就是說我必須要從 那剩下的 九個Vector 挑三個出來 接下來呢 挑完了三個Vector之後 我們將其中的兩個Vector相減 乘上一個Mutation Factor 再加上另外一個Vector 這個就是我們 得到的初步的新Candidate 這個新的Candidate呢 我們要確保 它藉由0到1之間 也就是說 小於0的數值 我們就直接把它當作0 那大於1的數值呢 我們就直接把它當作1 所以說經過 我們Clip 它到0到1之間之後 這個最終的新Candidate 就會是長 現在是這樣子 然後我幫你把 我們剛剛選的那個Target Vector 附在旁邊 我們等一下 需要用到 我們需要拿它做一些對照 好 我們得到這個新的Candidate之後呢 要注意的是 我們並非會保留 Candidate裡面所有的數字 我們必須要決定說 Candidate當中的哪些數字 要丟掉 然後哪些數字呢 可以將Target裡面的數字替換掉 但要怎麼決定Target Vector 哪些值會被Candidate 對應位置的值替換掉呢 我們在下一頁會做講解 這邊要跟大家講一個叫做 CrossP的東西 這個CrossP呢 其實就是一個介於0到1之間的小數 那我們今天就隨便 Random出一個四維項量 我們就記錄說 這個四維項量裡面的四個數字 是否小於CrossP 那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設 那個對應位置是True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把那個對應位置測成是False 好 那今天的這個例子當中呢 我們得到了一個 Array 它是FalseTrue FalseTrue 這個False跟True代表什麼意思呢 如果是False呢 代表 Candidate 對應的那個位置 的值 會被丟掉 那反之如果是True的話 代表Candidate 對應的那個位置的值 會被留下來 那什麼是丟掉 什麼是留下來 那什麼是丟掉 你可以看喔 這個是我們 在丟掉 或跟留下來 裡面數值之後的結果 你可以看一下 上頁的 Target Vector 好 你就可以看到說 像我們這邊 第一個跟第三個是False 所以說呢 Candidate的第一個跟第三個的值 並不會被取用 並不會被取用的意思就是說 那我們就是保留Target的第一個跟第三個值 所以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個最終的那個 新的Candidate 的第一個跟第三個 是跟我們Target Vector裡面的 第一個跟第三個是一樣的 那True呢 我們剛才說是要保留 Candidate的那個 對應位置的值 好 Candidate的第二個跟第四個 是1跟0.17 好 這兩個 這兩個值呢 我們就會把它留下來 所以說可以看到說 這個新的Candidate的第二個跟第四個值 分別是1跟0.17 好 這個呢 就是我們 如何保留 我們新Candidate當中的值 當然呢 我們要這樣做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們不希望 我們直接把Target Vector裡面 每一個值 直接替換掉 因為如果這樣子的話 可能原本Target Vector裡面 有幾個值 是對我們最後要解的 那個 這個Solution來說是好的 是有用的 而如果我們把Target裡面所有的值丟掉 那那裡面的一些好的值 就不會被留下來 我們剛剛利用舊的Candidate 生出新的Candidate之後呢 我們必須要測試一下說 這個新的Candidate 它到底好不好 但如果這個新的Candidate 好的話呢 我們就用這個新的Candidate 去取代我們原本的有的Target Vector 如果沒有的話呢 我們Target Vector就會被留下來 好 我們現在生出了一個新的Candidate 新的Candidate就是剛剛 這一頁 最下面那個 0.091 0.40017 這個Candidate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就是 要把它從原本 介於0到1 現在投影到正負5之間 然後我們再將它代入F 得到一個數值 如果這個數值比原本Target Vector 代入F的數值 還來得小的話 我們就用這個新的Candidate 取代原本的Target Vector 好 但是如果 這個數值比原本Target Vector 代入F的數值還要來得大的話呢 這個Candidate就會被丟掉 那我們剛剛就是其實就是做白拱 我們剛剛在做完那些事情之後呢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 在選下一個Target Vector 然後再重複 後面這第二跟第三個步驟 這兩個步驟呢 它會被重複很多次 我們假如說 可能就設定說它做50次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期待它在50次的時候 會生出一個 還不錯的Solution 好 我們剛剛講完Differential Evolution 的一個簡單的例子 因為我們剛才是隨便找一個四維的Vector 來當作我們的Input 這樣 好 那你可能問說 Differential Evolution 到底要怎麼 真正套用在我們1Pixel Attack裡面 我們再回顧一下喔 我們1Pixel Attack 呢 它是給 一張圖片嘛 然後產生一個 只有1Pixel 是非0的Perturbation 然後我們希望我們滿足 我們Target Attack 或是Target Attack的目標 這樣 好 那你可能會想說 如果我們剛剛隨機生的Vector 就是我們的Perturbation的話 你可能會 大家可能都會有一個疑問就是說 呃 可是我們剛才不是有規定說 1Pixel Attack 只能動一個Pixel嗎 那你這樣每個Vector裡面 假如說我今天 我圖片是 10乘10好了 那我 剩了一個 100圍的Pixel 那這樣我不是 最終還是只能有一個Pixel 是非0的數字嗎 那 我在這邊Random 算老半天 那其他那幾個 也都不一定會是0啊 那這樣 Differential Evolution 真的可以用嗎 好 那我等一下跟大家講說 這個Differential Evolution 到底是 怎麼應用在這個 1Pixel Attack上面 其實實際上呢 它並不是把 剛剛的那個 Differential Evolution裡面的 那個 Vector 直接當作是一個圖片 我們要知道 一個Image它其實是有 RGB 三個Channel 那 接下來 還有一個東西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其實 剛剛的那些Imper 並不是圖片 並不是圖片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這樣子 我們今天 其實就只需要動一個Pixel 那我們就這樣 把這個Pixel的 X座標跟Y座標 我們也都把它當作一個變數 然後呢 我們再加上 我們需要的這個RGB的分別 是0到25的值 這樣子呢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 像下面這樣寫的 XYRGB 這五個變數 這個呢 就是我們剛剛所生的Vector 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剛剛是生四圍的Vector 那我們今天在1Pixel的Time 我們就是生一個五圍的Vector 那這五圍呢 分別就是你要攻擊的那個Pixel 的X座標跟Y座標 以及那個Pixel裡面對應的RGB值 我們這邊再給大家看幾個例子 好 那紅色框框一樣都是 我們攻擊後的那個Pixel的Presurvation 好 那我們現在來想一件事情 假如說呢 我有不同大小的圖片 那我Differential Evolution跑的次數 都是一樣的情況下 我們每次也是生 一樣的Candidate數量 好 那這樣子 我們攻擊的成功率 跟圖片大小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你可以想像一下啦 你Iteration跟你 你生的Candidate的量 其實可以當作你 努力的程度 你用相同的努力程度 去對 不同大小的東西 來找東西的時候 你其實可以想像 你在這個比較大的空間裡面 你要找到 的那個Pixel 應該會比較難找 這就好像你同樣是 你有一把鑰匙 放在一個小房間 跟一個大房間 假如說這小房間大房間的亂路都差不多 那勢必你可能 在大房間裡面 你要找比較久 好 那根據實驗跑出來的結果 也真的是這樣子 你在同樣的Iteration 跟Candidate數量的情況下 當你圖片越大 你攻擊的成功率 的確就會慢慢的逐漸下降